一次和同事在西餐厅里面吃到这道主食,我们都举的味道不错,好吃的东西总会琢磨这是怎么做出来的,番茄肉酱,米饭,马苏里拉芝士,差不多就是这样了,今天在家里做了一回,感觉味道还真差不多,先来制作番茄肉酱,番茄在火上软着好几圈,这样番茄的皮会很容易就剥掉了, 将洋葱番茄都切小丁,锅里放适量的油烧热,倒入洋葱里面煸炒,炒香后倒入肉末里面翻炒,肉末上色后,倒入番茄丁里面炒,番茄炒出之后,倒入一碗水里面,煮开后加入盐和番茄酱里面,淡上盖子继续煮,水收到一半加入黑胡椒粉和萝卜叶里面,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, 准备好熟米饭和马苏里拉芝士,米饭铺在碗里,铺上厚厚的一层番茄肉酱,再撒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170度,10分钟左右,具体烤到芝士都融化就可以了 谢谢观看